美国大选的超级星期二正式登场 民主及共和两党在全美15个州数和一个领地 同步举行初选 目前各地陆续进入了计票的阶段 普遍预计不会上演大热倒灶的戏码 因此一般相信 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拜登 以及想要重返白宫的前总统特朗普 都能够轻松地拿下多个州数的代表人票 为11月的决战日锁定对手 弗吉尼亚州和弗蒙特州的投票站 在我国时间今早8点最早关闭 至于阿拉斯加州的投票站 则是会在待会儿的下午1点关闭 在共和党内支持率远远落后的黑力 被指可能会提早退选 让路特朗普获得提名 尽管拜登在民主党内几乎是没有劲敌 但是在上个星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中 有不少的选民选择不表态 抗议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 因此民主党也相当的关注 这场超级星期二的初选结果 欢迎订阅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